我告诉你啊 以后这种铜蒿买回来 你就像我这么做 清脆爽口 营养又美味 全家都爱吃 首先水开放入铜蒿 加一勺盐和油 用这个方法烫出来的蔬菜 颜色翠绿不发黑 我每天都在分享做菜的小技巧 麻烦你帮我点个小爱心鼓励一下吧 非常感谢 烫个20秒就可以捞出 整齐地摆入盘中 空碗中放入红椒丝 蒜末 硬热又激发出香味 好吃的关键啊 就是这个白灼汁 它可不是普通的松蔬酱油哦 它是根据比例调制好的 还可以拿来做白灼虾 清真鱼 都非常好吃的入味 价格特别的乏算 给它搅拌成料汁 浇在铜蒿上即可 铜蒿这样做 清脆爽口 你也去做起来吧